三国就有类似今天的特种部队,战斗力还十分强大特种部队,在现代是个非常令人崇拜敬仰的群体, 他们经受非常严格和艰苦的训练,并往往装备着比普通军队更加精良的武器,从而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 其实,在古代也常常出现类似于特种兵的精锐部队,那么历史上有哪些王牌部队呢? 要说王牌部队,就不能不提三国时期的各种精兵。 东汉末年群雄则剧,各家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,削弱自己的仇敌,那么,战斗力强大的王牌部队,就显得十分必要了。 抛开三国演义等小说虚构的,如董卓的飞雄军等等并不存在的部队,比着在此举几的确凿存在于历史的王牌部队。 按照时间排序,可能最早成军的王牌部队,就是公孙瓒手下的白马一同。 公孙瓒年轻时,常从数十骑出行赛,见先被数百骑,在乃退入空庭中,约骑从骑约,今不中之,则此尽矣。 赞乃自持矛,两头施刃,持出刺虎,杀伤数十人,一王弃从骑半,遂得免。 面对人数远远大于自己的鲜卑骑兵,公孙瓒奋勇杀敌,大破敌军,甚至下的鲜卑,从此不敢入塞。 此后才又多次与游牧民族交战,他梅云卢战,长城白马,追不虚发,术祸溶解,鲁相告云,当毕白马。 这时,他的数十骑兵和他所钟爱的白马,或许便是日后白马一同的原形。 根据后汉书记载,赞场与善舍之士数十人,皆成白马,以为左右翼,自好白马一同,乌皇更相告予,毕白马掌食。 而后,白马一同逐渐扩军,成为了一支,能够既能骑马奔驰,又能见不虚发的强大骑射部队,据说著名的将军赵云,就曾是其中的一员。 展开全文位列兼安妻子之一的王蔡,写过一本英雄记,其中记载了河北名将高顺,集气带领的王牌部队线阵营,他写道,顺为人清白,有威严,不饮酒,不受溃疑,所将欺满于兵,号为千人,铠甲,斗具皆精炼齐整,为锁攻击,无不破者,名为线阵营。 从三国之中高顺的战绩,我们或许可见现阵营的强大,陈寿记载道,吕布复位元术使高顺攻刘备,攻遣夏侯敦就知,不利,被为顺所败。 高顺受吕布之命攻打刘备,先是击败了夏侯敦带领的援军,又击败了刘备,可见,其战斗力志不足。 曹操手下也有一支王牌部队,名叫虎豹齐,这支部队是由曹操完全信任的曹姓将领统领,其统帅先后为曹淳,曹修和曹真。 据三国志的记载,纯所都虎豹齐,皆天下萧锐,或从百人将补之。 也就是说,这支精锐骑兵是全天下的精英组成,如果有缺,便从统领百人的军官中选拔填补,严苛的标准,也使得其战斗力惊人。 除此之外,还有诸葛亮在写给李延书信中所提到的,先帝帐下白尔,西方上兵也,姬刘备亲兵白,尔兵,以及他在后出诗表中提到的, 凸将、吴贤、从手、清枪、散骑、武骑子皆数十年之内,所纠合四方之精锐。 这还不包括是书中见不到,但存在于传说中的无当非军等等。 可见,三国时期的王台部队是种类繁多,战斗力强大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